立法院20号开议来绿白党团再针对2758购决议展开新一波攻防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赴立院进行施政报告与备巡前也做出回应 我也认为联合国2758号 第一它不涉及台湾任何的政治地位的最终立场 第二个它不等于是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当然也就不会影响其他国家跟台湾做正常的交往 民进党团提案主张2758购决议不涉台 反对中国持续扭曲打压台湾国际空间 国民党却重申中华民国自始反对 更说要呼吁联合国尽速接纳中华民国重犯 让绿文忍不住怒批国际要替台湾解决事实上的问题 而不是继续纠结法理问题 结果蓝英反对就算了提议还像是废话 中国借着2782决议把他的一中原则偷渡进联合国体系 然后拒绝台湾的参与 就要去扭转的 所以有很强的是国际的支持 那美国自己的国会有通过立法 也是这样子的主张 说是2758号不涉台 然后并没有解决台湾法理地位 或是领土主权的问题 有利点其实跟民进党过去长期的立场是一致的 第一个是联合国2758号是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那这个是属于过去 特别是1970年代以前所谓两个中国政治争 第二件事是到底涉及什么 有没有涉及中华民国 那这件事就是拦国民党的误区 其实2758号决议没有涉及中华民国 他只是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 第三个部分是不涉及台湾 因为他完全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是说台湾不是国家 或是台湾不能够参与联合国 完全都没有 这件事情当时会员是没有决定的 中华民国政府致使表达反对联党2758号决议 到现在我们的立场仍然是一致的 第一我们要求行政机关要非常努力的争取 台湾进入国际组织的空间 第二个我们邀请行政院长到立法院来报告 目前的进度为何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思敏进行提案说明时 不许只字未提中国打压 还说联合国排除中华民国代表权 造成了台湾国际边缘化及自尊受损的孤儿困境 而民众党则是要求新政院长进行专报 其中立委陈昭姿还在说明时突然暴走 我很荣誉身为IPAC的联合主席 那天如果不是民众党陈昭姿走进人会场 台湾今天不能加入IPAC成员国 你们欠我们民众党一个道歉 大抢民进党还欠一个道歉 更说爱台湾不能只喊口告 陈造自言论立刻引爆热议 脸书也涌入不少网友怒关 执意民众党若正在乎台湾主权 为何配个蓝颖在党团协商时离场 痛批白颖在乎政党利益远大于国家利益 国民党要说清楚的是说 你完整参与是说一个国家的身份 然后以中华民国为名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会员 还是你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 像在WHA的与会 这个由中国同意 第二件事情 国民党那个声明的误区 因为国际上会推其实并不是完全参与的人员 它其实是安全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接受中国在联合国的论述说 因为台湾中国一部分 所以中国如果打台湾 就是中国内政问题 联合国会员都不该干预 那现在2758号是在联合国体系中间 反对这样的行为 各国现在先跟中国讲说没这回事 我们插手插定了 学者分析各国关注2758告决议 除了是表态反对中国将它与一中原则结合 其中最大关键更是为了维护印太安全 而这股国际浪潮从2023年G7声明就能看出端宁 如今蓝白表态反对 更凸显根本不懂国际局势 我会呼吁在野党 他必须要认知到这件事情是国家的利益 不是政党之争 不会因为在这个上面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就表示在支持民进党 这个名字一定要去 否则的话我诚实的跟您讲 台湾人民会看破这个手脚 就是说你们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任何事情都用政党竞争的角度来考虑 他的最后主文是说 呼吁友邦去在联合国内去推动 去纠正而求吧 那问题就是说 那你的责任在哪里 你作为台湾反对党 你在台湾的国会立法院 把他推到友邦的身上 那你自己呢 那个声明是一个非常扭曲的 一种文字游戏式的那种自我安慰的东西 他真的没有处理实时问题 也看不到实时问题 这个是让人很遗憾的地方 今年7月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率先通过挺台决议后 澳洲与荷兰国会也陆续跟进 近日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也罕见表态 指中国以2758构决议为工具 损害台湾地位 各国对于印太的安全 特别是中国威胁 感到越来越过切 需要做某些预防性的措施 防止中国蠢动 既强烈地表达 让国际体系来处理问题 而不是由中国一中原则 认为是中国内政问题 如果越来越多国会 或是在联国体系 越来越多声音这样出来 变成说中国就无法各个击破 然后他就会逼迫中国要来 深深面对国际的压力 第二个是对台湾民主的肯定 如果现在国际体系 联合国体系 还是排除台湾参与 其实是不符合国际的期望跟利益的 因为你很难去说明 这跟联合国是建当的 普遍性 普世性 跟普遍参与原则 到底哪边相合了 所以为了联合国体系 为了所谓依照规则的国际秩序 国际上会越来越支持 台湾现在跟蒙包一起在吹动 学者更表示 为了防止中国炮制俄国手法 以主权问题为民心侵略之时 为了国际挺台力道 只会越发强烈 据成黄信仰采访报道